又是一起悲剧 当地时间10月26号 在美国费城 27岁的非裔男青年沃尔特华莱士 遭遇警方开枪射杀 再度引发当地发生反种族歧视 反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 抗议活动从当地时间26号下午 一直持续到27号凌晨 警方与示威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 据美联社报道 有30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 90多人被逮捕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 当时两名警察举枪对着华莱士 华莱士在绕过车辆后 继续向警察走去 随后两名警察开枪向他击倒 对此警方解释称 华莱士拒绝听从警察的命令 不肯放下手中的刀 警察被迫开枪 而华莱士的家人则表示 当时华莱士的母亲就在旁边 他劝阻华莱士不要朝警察走过去 华莱士的父亲告诉媒体 他儿子精神方面有问题 正在服药 华莱士的家人认为 这种情况下 警方不应该使用致命武力 事发后 费城爆发反对种族主义 反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 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 与示威人群发生对峙冲突 据美联社报道 当地警察称 有30名警察受伤 90多名示威者被逮捕 费城市市长和警察局长 27号联合发表声明 承诺将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撤诺将对某团的条件 承诺将对判诺将对某团的条件